是在純箱紫的戰略嗎 就是我們在討論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討論了一下 因為我們想要做教案寫作品牌 然後我們成功有拉的另外一位 可能來開一個 然後插入我們自己的Alan 然後所以呢 他提供了我覺得他很好的 因為他提供了一些就是 包含他是維基協會嘛 所以他提供一些維基現有的 一些我們不見得知道的一些 開源的平台 像是維基的教案平台 然後維基的共享資源平台 還有一個維基的課程平台 對那可是我們就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我們還是要回到是誰要用這個平台 還有這群人這群user他們 為什麼有這麼好的平台 他不見得會用 所以其實我們就後來就是討論到最後 剛剛的有一個解讀是 我們發現User Friendly 這件事還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平台還是有他的存在性 然後接下來就是有一個很關鍵的事情是 我們必須要去做一些User Research 對因為User Research 這個包含不是只有校內老師 而是我們剛剛也很謝謝小屁老師 就是也分享了他 在當學校老師會碰到一些狀況 就是這個平台不見得是要對 自己所有的老師去做使用 而是應該是對於教案 他需要有一些動能的老師 就是他想要改變 他可能是體制內 也有可能是體制外的老師 然後他是願意想要接受一些新教案 他想要一起去參與寫作的這群老師 對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濾取這些老師 然後也剛剛謝謝User Friendly 就是分享說 其實在Facebook上有一群像閱讀的老師 他們其實有一些能量 所以或許濾取這群老師去獲得更多 他們在這個經驗值上面 他可能不見得知道他們在寫作 可是他們其實已經在參與寫作 那這樣的老師他們在這過程裡 會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那平台可以幫助他們解決 是不是可以從這一塊切入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繼續完成第一階段 就是User Research 然後做Found Time 對 謝謝 謝謝